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观光 产业 交通 还有我们的地方发展 要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 我们的议长童子伟 小军好 大家好 我是童子伟 议长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 施伟正 小军好 议长好 洪议员好 我是中山区施伟正 是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洪森永 小军好 我是安乐区市议员 洪森永 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 邮轮产业开始要新奇了 一块来看看我们议长带领的市议员们 去看这浩知十亿元所做好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 东岸旅客中心 立都迭克花园 也就是俗称的空中花园 如果可以搭配大型邮轮停靠的 基隆港美景 以及花园里面的造景 相信将成为基隆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这里是浩知十亿元新建的 基隆港务分公司 东岸旅客中心 不仅外观新颖 沿着中正路的旅客登船 玻璃帷幕通廊 让参访的市议员们 眼睛为之一亮 随着进入最重要的 全新国际级自动查验柜台 拿出护照放上去 资料直通内政部查验 可在大量旅客要通关上船前 每15秒左右 就让一位旅客通过 每小时可应付2700多位旅客通关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 基隆港务分公司东岸旅客中心 受到基隆港务分公司的欢迎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位 也感谢港务分公司的接待 虽然港务分公司不属于基隆市议会监督的范围 但是市港发展一体 特别希望基隆市政府和基隆港务分公司 共同合作 一起迎接疫后的邮轮观光 想办法留住邮轮旅客 在基隆观光消费 振兴基隆的经济发展 那疫情是疫情的状况 所以我们邮轮大概停滞了三天左右 那造成我想全世界全台湾每一个县市 都受到深深的影响 尤其是我们这几年的产业链 其实靠邮轮靠港务公司 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族群和脉络 那其实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希望接下来 其实市政府有很多单位可以整合在一起 过去很多公务系官公体系 可能就有所谓是 大家做自己的事 那其实这个邮轮市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包含步道交通观光行销 各个方面的整合 其实需要靠秘书长来整合 每一个处室每一个科室 让整个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可以根据邮轮来做一个基底 那尤其我们市港带神计划 我们的广场比较晚工 那我们现在外面的平台快要完成 那我们希望可以加速来进行 那所有的邮轮旅客来到基隆 那是感觉到舒服的 感觉到开心的 最重要的不是一次性的来基隆 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旅客回流 就跟参加基隆的方式一样 它是有原因再来 代表我们城市的发展成功的 我拜访市长 副市长一直运轮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到市民团队非常支持 整个游乐观光飞行业务 那也推出了游轮旅客户型的 一种动线折夜检测的续席 我们感到整个组组团队也非常的动力 那游乐旅客来了以后 在港区周边的那种活动 动线舞蹈 在市府的协助之下 现在即将要完成 港湖公司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一座来做交流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透过各方面这种交流 就能做 让基隆港能够为基隆市 带来更多的一种经济机会跟翻译 我个人也有非常大的其他 我也希望在这个 除了这个旅运中心这个地方之外 我未来也希望能够跟我们 我们的市中心区整个串联起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都市发展过去 我会跟港公司这边一起密切合作 来把周边的一个发展 然后再进度的来提出一些 未来的一些播放 最后基隆港务分公司 也带领议员们参观在一楼出关处 由基隆市政府官销处布置的 渴望游基隆的行销区 希望游轮旅客可以借由美丽的 基隆山海景观大型照片的吸引 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多留几天 哇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游轮 即将又要起飞了 台湾游轮产业蓬勃发展 预估呢 今年在基隆港停靠的就有72行次 预估经济效益达到9亿元 为这个疫后经济注入了强行政 我们就要请教议长 其实针对结合了观光 区域整合 交通接驳这方面 你是不是有什么样建议配套措施 其实我们这个港区的第一名片 是台湾的名片 那当然其实也是基隆的名片 所以所有国际游轮的旅客 他到基隆来 游轮一停靠 一呈现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画面 就是他当下对基隆的印象 或者对台湾的印象 所以在港区周边环境的整理 其实是对基隆市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在过去8年 林永昌市长执政任内 我们彻底的把基隆港给做一个颠覆 当然是跟港务公司合作 中央跟地方的一起的努力 从我们这下来你看到的这个 我们现在东岸的旅客中心 在港务公司的努力之下 改造了一个非常漂亮 然后快速通关的一个系统 然后让我们过去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过去10年前 8年前 或是5年前 6年前 邮轮到的时候 疫情前 邮轮到的时候 我们那个旅客排到 那个中正路上来 然后计程车 然后游览车等等 那观光的印象不是很好 在地人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所以在基隆市政府 跟港公司努力的合作之下 把这个旅客中心做起来 你现在快速通关的这个系统 排队的廊道 采买的过程 其实整个规划都非常的完善 所以我们 你看出来以后 然后看到海洋广场 现在游轮广场即将完工嘛 我们过去还有一个国门广场 也就是船还没到 他看到的基隆港 哇 我们三海美景 所以在这个不管在在地人 或是观光客来说 它是一个心中的第一印象 所以如果是八年前我们可能有不好意思呈现这样的适容给我们的国际旅客嘛 但现在我们会很希望走到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不会沿 我们还要持续的监督市政府来好好把我们一个步行的空间整理出来 最近大家在说旗楼的问题 其实基隆地下人酬 我们应该把道路跟人形的空间规划好 让我们的旅客下船了以后 除了游轮广场离开一到市中心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如果走到庙口 怎么走 如果我们没有把人形空间整理出来 它在沿路的这个过程中 国际的旅客对金融的印象就会不好 不要说印象 它也可能影响到下一次 像我刚刚在那个影片当中我有致辞提到 怎么样振兴一个城市的经济跟观光 不是只有第一印象而已 你要让它回来 那怎么让它会想再回来 怎么让它 你去这个餐厅它好吃你才会再回来吗 如果它印象不好 或是不好吃你会再回来吗 我们就做一次生意而已 做一次生意这个公司没多久就倒了 在餐厅也倒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印象 街道都整理好以后 让大家在这个市中心的这个逛街的方式 或者是走路的动线 或者引导 引导很重要 就是我们这个引导说你要去哪边庙口 去我们委托行 到我们仁爱市场 市中心的各个商店 文化中心 我们现在还欠缺很多的指标系统 所以我们还要持续努力 所以我们除了监督市政府以外 我们也必须跟中央继续来合作 争取各项的人行道整合计划 我想这对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还有市中心的整合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机车有很多地方 因为地狭人筹 所以机车停车空间不足 但我觉得要做适当妥事的安排跟规划 不应该影响到老人与小孩走路的行走空间 这是顺带一提提到的 那我们 当然我们刚好说许多的这个经营景点的指示 还很缺乏 所以我们基隆的历史与市内的路转 我们那个公车转运的路线在哪里 对 你现在下邮轮以后 你的公车转运路线 我们的规划 其实我们那天去参访了这个 港公司的这个东南旅客中心 出来以后 其实相关的配套 我们还要持续的监督市政府 我想我们市议会择无旁贷的会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的城市愿景跟我们的特色 其实在下来以后 其实都并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 所以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 所以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对国际旅客的不够友善 不过我们还有时间来一起来努力 因为现在疫情后 现在邮轮刚回来 我们在市议会也有提案 要求市政府来做相关的努力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如果你下来港区有一座大历史博物馆 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们基隆的400年历史 或者有哪些大事件 就像我们现在基隆车站附近 有一个元宇宙体液馆 还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软实力 就是你在基隆港一出来 在车站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画面 看到基隆港的美景 透过3D的影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不管结合现代和过去的整个交融在一起 然后你可以同时认识基隆的历史跟发展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 那我们这边刚好我们在第一次临时会开完 我们刚好有请市政府来做提案 就是说邮轮回归的这个旅客 邮轮回的交通策略 这刚好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给民众看 那所以市政府其实也在做准备 我们会好好的来监督 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求改善基隆港的 周边的步行空间 你说到步行空间大家真的很有感 就是现在最近不是人行到上 底下不是都画绿色的那个线吗 如果在市区也有开始进行这样的指引 就像韦正宁那时候不是有提出说 像是一些英文双语的指引牌 你怎么看呢 我想呼应一下议长刚刚说的 其实对于国外游客友善的部分 基隆确实是有所不足 那我们整个城市的形象 其实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国外游客来到基隆的第一印象 就很像我过去在20年前 我们去韩国 去韩国玩的时候 看到满街都是韩文 那对于韩文很不了解的人来说 我们到了韩国会很陌生 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做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双语的指标 以及双语的招牌 那所以我其实很简单的 我认为双语力就是一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那在我们中山区或者是基隆市各区 都有双语指标的小学 那我希望未来也可以规划 让这些双语指标的小学的学生 能够借由我们现在邮轮靠帛 不论是东岸旅客中心或者西岸旅客中心 都有国际邮轮的靠帛 那这些国际游客下来 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接受到 我们有一些双语的小朋友 能够带给他们一些 我们基隆市城市的指引 那一方面也让这些小朋友 提早的去接触许多国外的游客 能够让他们学以致用 那也可以让这些国外游客体验到说 我们基隆市其实是有这些 对于国外游客是很友善的 那在基隆市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国际邮轮靠港 以后对后续的规划 因为我其实平常有空的时候 都会去码头边拍拍外国人 或者是去跟这些国外游客聊聊天 会问他说 为什么他愿意选择花时间来基隆驻足 而不是前往台湾最有名的景点101之类的 那许多人都说因为 第一个是他们因为时间不够 第二个是因为他们认为 抵达基隆就觉得台湾这个港口 已经很漂亮了 那我们应该如何让他们更加的有印象 我觉得在整个城市景观的设计 像我们在中山一二路的拓宽 在当时林游昌市长时期 就争取了我们中山一二路的拓宽 已经把我们西岸的廊带跟道路景观打开 那是不是应该接下来 基隆市政府应该要在西岸 以及我们基隆市区周边 比较有机会让外国游客驻足的地方 要把指标系统做清楚 我想刚刚议长的确提了一个 我们认为是在基隆市 目前推转观光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整个基隆市 对于观光景观规划上 以及指标系统的建制上 确实还有行人友善 这三点确实是要有努力的空间 那第四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shuttle bus 因为对于我们基隆市的shuttle bus 其实就也会关系到 我们有公共运输系统 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要能够提升的话 其实大家鼓励来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就绝对是能够有效解决交通拥塞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shuttle bus能够带着这些外国旅客 做很简短的城市导览 甚至是在我们将我们基隆的历史 除了在元宇宙体验 那也可以透过实地的tour 就是他们实地的旅游 那在一个基隆市区的小行旅 然后搭着交通shuttle bus 在某几个观光景点 像中正公园啊 我们的委托行啊 或者是我们爱山路夜市 或者是我们中山区 我们也有先动佛手洞 那这些地方我相信都会让国外游客体验到基隆 除了有城市风貌 也有很丰富的自然景观 是的确就是要串联各区的特色 像是港区商圈的串联 打造出刚刚议长提到的城市新品牌 我补充一下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大概现在目前为止 游轮到这个基隆停靠 大概会有6到8小时的时间 是让旅客下船的时间 那在过去我们的消费模式 旅客的消费模式 它是可能是疫情前 大部分的都是游览车直接载走 他们可能到台北周边去看看故宫 文物馆等等的 那我问大家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在家里要搭邮轮之前 如果你有6到8小时在基隆港停靠 假设你是日本人 你会不会在大部分的人 会不会在家里先查好 你在买这个旅程之前 你会先查好可以去哪边 所以你会先订好当地的旅行社 台北或基隆旅行社你要去嘛 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观光宣传这一块 你是要先去跟旅行社洽谈 其实大家都把我们市政府 就是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要改善以外 其实你在第一时间 其实你是必须跟旅行社去洽谈好 比如说某几间大间的旅行社 还是在地的旅行社 然后我们用怎么样的交通模式跟大家搭配 比如说我们用刚刚伟正哥提到的这个巴士等等的 你把它再去 比如说中山区有可能有炮台 安乐区有什么外幕山景观他们中山安乐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那这些东西你是要套装安排好 交给旅行社 那我们有车子他怎么来安排 然后我们可能有这个国际的这个语言 比如说英文 韩文 日文等等 这些东西你都安排好了以后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把这6到8小时的时间运用到满了 然后最后他还可以在街上到我们的市中心来走走 买东西 庙口 然后带动我们沿路的这个商业发展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造就一个未来的一个产业链 你像我们一个国际邮轮进来以后 他有带动非常多 便当 清洁等等 非常多的人在工作 所以从蔬菜 水果等等 这个有一个很强大的产业链在一艘邮轮上面 然后也希望他可以聘在地的员工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种很多的面向其实不管是在文化交通 各种结合 其实在结合在一起 它带动的经济效益是很庞大的 我刚刚说到步行程 你整理好我们沿街的这个商店也不会这么多贴租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是货物港 金融港没落了以后 然后又加上疫情的关系 加重了我们整个产业的转移 然后商店虽然也逐步在转移空间 所以我们很多市中心有很多市出来的空间 如果这个邮轮进来 你把这些事情都规划好 商业又进来 商业模式 比如说国际品牌的服饰店 刚才才把那个名字讲出来 国际品牌的服饰店 带动进来以后 年轻人就会来基隆 他来基隆就不会只有想说要来吃基隆庙口 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所以这个整个经济 所以基隆市政府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那我们这很多蓝图 我们也希望各个局处都可以整合在一起 最重要是我那天在港务公司也提醒基隆市政府 最重要的是不要各单位做各单位的 各单位很容易有本位主义 那个没有错 我本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但需要有一个领导者 来把这些所有的单位整合在一起 大家都是共同的目标 把国际邮轮的观光动线规划好 这样才能实际的带动我们整个基隆市的产业发展 再搭配未来我们的捷运 它就会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产业 然后20年后我们可能产业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是一个独享的一个产业模式 这个别的称是拿不到的 我们有山我们有海港 我们这个邮轮只有我们家有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好好的规划 会对不起未来我们这些基隆人 是 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捷运的部分 最近的这个捷运议题也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其实结合邮轮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对啊 其实捷运这个事情是一个城市愿景的实现 也就是海港到空港 北北基陶生活圈的串联 所以我想我把一个概念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非常坚持捷运一定要到基隆来 就是我刚刚说海港到空港 然后北北基陶的城市串联 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台北的小孩 你叫他坐会下来的鸡人 你敢不敢 他一定做客运 然后去查半天 对台北人来说 对新北来说 对桃园来说 捷运跟高铁已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今天要去东区 要去西门町等等地方 一定都是搭捷运 所以说真的我从小 捷运我其实非常熟悉 我从小都板南线 为什么你要去很多地方 你都得自己搭捷运啊 我们从国中开始 不是就搭捷运在生活吗 这是对基隆未来一个连结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不能单只用它是交通运输来看 如果我们通勤组当然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安乐区有非常非常多的通勤组 我们政府应该要想办好 想办法把好的配套 让他们以目前来说通勤方便的需求 来让他们上班更方便 最重要是回家也方便 可是这个捷运系统不是只有为了这个事情在做 捷运系统是为了整个基隆市未来产业的发展 除了沿线的这样开发 譬如说我们细子 细子非常需要 为什么 这是一个史上最好的契机 中央愿意支持 中央为什么愿意支持 因为它就是一个口口港到海港的一个重要动线 新北市的细子需要捷运 台北市当然要需要新北市这样接进来 所以我们街人是贪掉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接触的一些都是政治 我觉得应该把政治拿掉 第一个是把通勤除顾好 第二个是未来城市的发展 如果我们没有这条捷运 你刚刚说到的邮轮 没有用 为什么 6到8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有捷运系统 整个市区因为捷运的搭配 它可以自由的到台北 自由到桃园 整个周边的发展 整个会串在一起 我们如果没有这条捷运 在未来20年 基隆绝对会被边缘化 整个产业的发展绝对没有基隆 为什么 以后宜兰也有高铁或直铁 到了以后 台北人直接去还不用经过基隆 对 我们基隆就是真正的后山 变台东 我们基隆过去是一个多么伟大 跟骄傲的城市 因为基隆港 那现在因为基隆港跟捷运 如果搭配在一起 我们基隆的城市 未来的引擎才会转动 这需要时间 我们现在必须大家要共识 一起努力 争取大家的支持 让政治离开 把政治的议题拿掉 大家都不要把政治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基隆城市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引擎 跟邮轮一样 因为过去的基隆货运港 已经被台北港取代了 这是事实 这已经是不 没办法抹灭的事实 也就是我们过去三十年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整个基隆港非常发达的时候 连茶桌卡拉OK都非常兴盛 为什么 码头工人需要有休息的地方 现在因为这个东西 都已经被台北港取代 我们过去的货运 曝光等等 以前有两三百家曝光行 在基隆市区的 温刀隔壁 现在存无二三十间 为什么 从产业在转型 整个国家的发展 脉动都在转型 我们基隆不能没有捷运的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如此 当转型以后 我们剩下发展观光的时候 如果没有捷运 游轮客不会来 不会留在这 因为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必须把政治这个议题 拿掉以后来看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把通勤族 我们要要求市政府 把通勤族照顾好 因为我们目前的产业链不足 为什么会这样子 基隆港过去 靠着货运 渔业等等的 我们大家都有在地工作 包括台船可能就五千人在上班的 修船造船五千人 整个中正路五点下班 塞车 正宾渔港一两百条甲殼船 不止 搞不好上好几百艘 现在有没有十艘 这就是我们产业现在面临的困境与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的调整转型 然后适应台湾跟适应整个世界的节奏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必须心态调整 我们必须跟着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认为捷运非常重要 也希望可以快速的取得共识 当然政府要说明清楚 中央跟地方可以有一个合作 然后中间有一个桥梁 把大家的平台搭好 不要放弃这最好的机会 为基隆市的未来的发展 是 刚刚说到这个产业发展 可以看到我们的邮软 我们的捷运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说到产业 我们进入最在地最新鲜的鱼货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鱼会 特别邀请到驿长来进行鱼货推销 裹上蛋黄炒成金沙 最后包住鱼块下锅油炸 光是看的令人垂涎三尺 又或者是这道淋上葱姜蒜 香味甚进鱼肉里 一口接着一口 不管是清蒸或者是油炸 饱满的鱼块送进嘴里 新鲜肉质 搭上海味香气扑鼻 因为中国去年禁止台湾 水产品进口身为北台湾最大鱼产的 基隆巴豆子鱼杠 业绩大受影响 基隆区会加强宣传力道 前来就是议长同志位一起来卖鱼 大概前省的白带鱼我们大概在基隆 如果集散的话 我们大概在大概三分之二以上 可能不只三分之二大概七八成就在基隆 协助我们这些鱼云 也希望转达中央能支持我们这个 因为他自销的关系也是不能出口 能不能帮我们行销到别的国家去 不只大陆到别的国家去 听说现在日本韩国都有在行问 我们基隆的白带鱼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全国的民众 来多加来采买我们的白带鱼 新鲜肥美 那今天刚好我们也有五仔鱼 五仔鱼大家知道吗 过去十多年前其实野生的比较多 那十多年后其实是进入养殖的时代 那五仔鱼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一般的鱼都是在腹部比较有油脂 那五仔鱼呢其实它是全身 因为透过这个养殖的这个饰料 全身都是一个分布非常平均的状态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采购 我们的白带鱼跟五仔鱼 让我们这个渔民可以有比较好的状态 基隆每年数千吨产量的白带鱼和五仔鱼 出口受到阻碍 基隆区域会大力行销 希望帮渔民拓展各种通路 这就是拓展各种通路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基隆最新鲜的味道 那当然就让大家想到了卡玛丁 又跟我们的市区产业观光做结合 我们要请教议长 怎么连结都会得到观光 但其实卡玛丁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北台湾最大的渔货集散地 那过去到现在 其实它就一直都是一个生意非常兴隆的地方 那当然疫情影响得非常深 因为餐厅的生意受到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卡玛丁刚刚说到观光 我们卡玛丁如果搭配着邮轮的产业 其实它晚上我们可以是一个24小时 不断电的一个游城 你逛完市场吃完庙口 你还可以委托行走一走 还可以到卡玛丁再看看 还可以看看我们的酒吧文化 你知道吗 他们说卡玛丁很厉害 是卖菜刀这件事情 卡玛丁其实真的非常厉害 你可以看我们那个华丁亚 那个买鱼那种华丁亚 那种专独特的文化 所以其实现在最近大家有在讨论这个寿司 寿司在基隆真的是一个指标 我们不一定需要完全是一个连锁商店进来 其实我们在地有非常多的 包括我们人爱市场 庙口等等 有非常多的寿司产业 寿司产业在基隆 如果你要吃寿司不要去台北 来基隆 一定便宜又大碗 便宜又大 而且不用订位 要啦 要订位 很多生意都 人爱市场就很多 非常好 尤其我们委托行也有非常知名的这个 日本料理店嘛 所以我刚刚刚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影片 其实我们八斗子鱼港 我们专门出产的是白带鱼 全台湾有三分之二的白带鱼 都是我们八斗子的渔民来捕获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挺在地的渔民 挺在地的渔业 其实我们要买有渔惠认证的鱼也非常好 其实是一个非常 像他们现在都是养殖的嘛 养殖的其实它油脂分布是分布在全身 所以很适合大家掏客来使用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看妈店 我们最近其实有一一直在努力 我们也串联了非常多的年轻人 那希望看妈店它是一个环境干净 整洁它可以变成有一种观光渔市的概念 就像日本的那个竹地啊 或是大阪的黑门市场等等 它其实很多都是白天是观光价值 然后晚上才真的在卖鱼货 然后卖鱼货的这个环境的概念 我们可以想办法告诉大家说 怎么来把环境整理好 譬如说我担任议员的上一届 我就要求环保局 再早一点 来把这个保利隆来回收完 那后来我们也把这个 看妈店的厕所做改善 争取了一笔经费 然后也把这个看妈店 保利隆的这个集中地规划好 整理好 以前是米老鼠乐园 我记得我们有来基隆这边 讲过这个笑话 米老鼠乐园 后来现在已经把它都整理干净 大家就剩下道德上面的一些 不要乱丢垃圾等等的 那基本上我们在地的渔民 跟在地的摊商 在地的这些长辈们 他们其实因为那是我们的家 所以他们也很希望 把这个环境维护好 所以其实现在看妈店 已经是不会是过去 大家的一个印象 那当然这次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生意有比较差一点 所以现在那个热闹时间比较晚 以前一两点的时候 看妈店是走不过去的 被人推着走 所以现在那个时间 大家都分散了 我觉得大家很厉害 全那个北台湾的那个餐厅 都来采买鱼货 他们都自己分时间 你一点来 我两点来 他们现在很少集中在一起 所以那个人流其实差蛮多的 我觉得未来看妈店 或是我们基隆区渔会 可以再好好的来合作推广 我们整个鱼货 包含我们在地出产的鱼 然后也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看妈店是一个有观光价值的地方 然后它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过去我们希望未来 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可以讲一下续川河 以后我们再来分享 是 好 那刚刚说到这个渔火产业 我们要请教洪毅座 是不是对这方面也很有研究 其实刚刚听的议长讲的非常多 其实在地的产业也好 在地的美食也好 其实还是要经过行销 像议长去帮鱼味行销 学伙委内鱼就卖了蟹跟多条 那我记得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就是说 现在万鱼蟹 万鱼蟹他们行销就非常的成功 每次到假日的时候 整个GG1235都塞车 每个人都是要去那边去吃万鱼蟹 其实万鱼蟹就是三点 三点其实它最大的出产地还是在西洋 所以过去我们基隆如果有好的行销的一个首长 当时的市长应该是张鲁王 那时候如果市长也好 议长也好 还是民意代表会帮我们基隆市的产业 美食能够透过美食来行销 我想今天万鱼蟹 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基隆 那刚刚议长也讲到我们基隆市的白带鱼 也是我们基隆市全国的三分之二产业 都是在我们基隆市出产 那基隆有这么多好的产业余货量 其实应该透过媒体的行销 来替我们基隆的移民产业余会来帮忙他们 才不会说每次遇到行销平行的时候 我们基隆好的东西 没办法透过正常的转道来行销 那除了美食的一个行销 当然一直来讲到区域上的一些环境 其实餐妈店就是如同日本它们 整个娱乐场合行销的一个区域性 那在我们餐妈店已经在这边行销好几十年 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文化历史跟产业行销的一个历史文化 其实要一直保存 然后如何透过CAMATIC的一个行销 让北台湾所有需要鱼货量的人 除了来这边购买美食以外 也可以透过来这边了解过去基隆鱼业产业的一个例子 那这样子呢让每个人来基隆市 就是来这边除了欣赏美食 产用美食以外 才能够了解到基隆市的一些 鱼货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文化 这样子对于基隆市的产业行销 跟观光美食都有非常大的防复 所以在这边呢 还是建议我们市政府观光行销处 要针对基隆市退友的产业 就是鱼货的这个部分 还是我们观光友人 能够带动基隆产业旅游观光的这些部分呢 一定要多发一些心思来帮忙做行销 来辅佐我们基隆市的这一部分的一些产业 让业者呢他们有好的行销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 对的确啊 这行销这件事很重要 行销好了那产业就出来了 那刚才说到就是基金123入在架子的时候 不是都会塞爆吗 那我们就想到了 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 像很重要的快捷公车就是9026 9026目前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了 我们先透过影片带大家来看看 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外 民众大白长龙就是等不到9026路线客运到来 上个月由新团队接手经营 往返基隆市安乐区与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的9026路线客运 近日经常出现许多乘客等不到车 还有行经途中没有座位让乘客上车等情况 立法人蔡市印接获民众反应也派服务处人员实际到现场了解 确认尖峰时段的确有严重拖班问题 蔡市印已经要求公路总局依法裁罚并限期要求业者改善 以符合基隆市民的往返需求 9026路线是市印长期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议题所以我一直主张是原来的路线跟原来的班次都不应该做更改 所以各位如果知道我在不同场合都这样的主张 那过去公路总局也配合市印的要求做这样的一个主张 但是在这个新的市政府上任之后 新市政府回文给公路总局表达支持符合客运所提的新的变更版本 那我想我作为一个基隆在地的立委 我当然会尊重基隆市政府的意见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变更的路线以及新的营运团队 在我们1月底的时候已经正式上路了 可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新的营业者他没有办法照他的承诺内容 连他该要发车的时刻表都不能够准时 那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一直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 但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发函给公路总局 那事实上我办公室也曾经也不止一次的到现场 去做机查 那也发现比如说晚上6点到7点的时间 应该要有7到8个班次 在南港展览馆要回程返回基隆 可是事实上有多次我们去现场机查 发现只有1到2班的时间而已 那所以大多数可以显现出来 符合客运是拖班非常严重 那这部分我也要求公路总局依法来裁罚跟办理 那我也要求他能够 能够按照他现有提供给基隆市政府 以及公路总局的时刻表 按照那个时刻表发车 我认为现阶段维持准班 是符合客运最重要 也最应该要做的事情 可以看到我们的基隆快捷公车 不管是哪一个区域的 其实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通勤族搭乘去上下班重要的交通工具 我们要请教洪毅座 其实你在办公室最常接到的 是不是就是民众反映9026拖班的问题 其实前面还没有来就是要靠快捷公车 那安律区整个通行主要有超过3000人 3000多人他们每天要往返台北基隆台北基隆 所以有快捷公车对他们来讲是上下班都非常的方便 过去早期我们要去台北 那时候还没有快捷公车 大家都是先搭车到基隆去坐国关或是搭火车 那因为有快捷公车它其中的方便性 所以每个人现在慢慢慢慢就是以搭快捷公车 来当做他每天通行上下班的一个主要交通工具 那之前过去因为首都跟大都会 他们在营运的时候 每个上班族他们因为搭乘快捷公车 都已经非常的习惯 也都非常的顺畅 那自从今年一月 今年一月整个业者改成福尔客运跟房价客运 他们一月份接手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蔡司令委员 那时候就一直要求新的业者 他连路线连班次都不能减少或更改 但是我们知道从一月份福尔客运他们接手之后 他们跟公路总级电机的企业是每天要168班次 但是现在每天最多只要120 有时候甚至于120都还不到 所以每天官班次就少了40班次以上 那一个班次不要说做40个乘客 做30个人的乘客也少了1000多个乘次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可以想说班次的嫌少得非常的严重 那桌路总局跟福尔客运他们经济的实习数呢 要达到21位的驾驶 但是呢现在呢 福尔客运他们的驾驶总共也才13位 13位的驾驶跟21位的驾驶 那比例差距真的差距太悬殊了 所以才造成福尔客运他经常的一个拖班 那整个上班族他们就是上班等车呢 30分钟是常有的事 一个多小时也是有 那所以说呢现在呢 市政府们在早上热点的时候呢 有提供免费的公车 让上班族能够搭乘免费公车到八祖火车站 那边再去搭火车到南港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短暂的实施呢 我认为是可行 而且还希望我们基隆市政府要加开班次 包含整个道轮地区所有的路线呢 都应该要开免费公车 让所有上班族可以搭乘免费公车到八祖火车站 然后那边呢再搭火车到台北上班 我们都知道呢 大众运输呢 它是非常的稳定安全 而且硬量大 也不受稀肉的一些影响 那我们市政府应该要站在社福的角度 因为公车大众运输呢 你要站在盈利的角度 还是站在社福的角度 我个人认为 大众运输就应该站在社福的立场 就是不以赚钱为目的 应该尽量的服务社会大众 让所有的通行组上班族们 他们都能够有最好的通行的一个装备工具 那现在呢 福威特役 什么房价特役 因为他们已经造成拖班 然后更改路线 让所有城镇呢 没有办法好好的搭乘 就会计公车到台北 他们想上班的一个地点 那在这里呢 我要求我们市政府跟公司组织 一定要严格开划 让业者他们知道 他们没有达到当初契约核对的一个标准 他们就应该受到处罚 这样子呢 能够让业者呢 警惕 然后赶快在最长时间内来改善 否则这个痛苦呢 不晓得还要让所有的乘客 他们痛苦多久 另外呢 在明天4月7号呢 我们公路总局那边要召开一个会议 那在这里呢 为要求我们公路总局 应该依照公路法第41条 原则上在同一个公路上是以一家业者 为主要的一个影印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这家业者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之前 益督评估的这项条件的时候 是可以采放第二家业者 让他来参与新营 那我们基隆的这边客运 除了服务客运以外 我们还有太任 还有统员 还有首都 还有大都会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业者 他们可以加入参与新营 那如果说在4月7号 公路总局跟业者召开会议的时候 如果能够依照公路法第41条 让新的业者来加入参与经营 人家说有钱真是幸福 有钱真是幸福 那如果两家三家业者在同个时段 在上班下班的时段 能够共同来参与 我想也可以让服务客运 让他们警惕 因为有竞争者他们就会将他们拖班的情形来改善 服务品质也会比较好 服务品质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在这边要求市政府跟公路总局 尽量站在通行组的小度的一个立场 要赶快让新的业者能够来加入 在新的业者还没有加入的时候 个人我在这边就希望说持续开发 持续开发 让业者警惕 这样子才能做提升 我们整个九云二六的一个通行的品质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是真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森友艺座非常的用心 有倾听在地的声音 那当然在中山区的部分 快捷工车或者是在停车场交通措施方面 我们不知道伟政这边是不是 有反映地方形成的 是的 好不容易我们中山区有两条最主要的快捷工车 就是我们1813D以及1550A跟B线 那这个两条路线是我们蔡司应委员 在争取了许久以后 在中山区开通的两条路线 那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伟政也有参与在当时的规划 尤其是在设站点的部分 我们都很吉利的来让我们中山区主要的社区 能够让有这些快捷工车经过 那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因为现在因为大城市 此息效应 因为双北的司机这个应征潮的关系 那双北他们有比较大的公司呢 因为有开出比较优渥的条件 这些可能公共运输系统的公司 包含大都会啦 包含首都啦 他们开出的司机条件比较好 所以大部分呢 有国光号 国光客运公司的司机 或者是泰勒客运公司的司机呢 有些人喔 他们可能都已经跑到双北的这些公共运输系统的公司去任职 那造成我们现在其实1813D以及1550这两条线 其实也是有很严重拖班的问题 那甚至是有的时候可能 没啦 有的时候可能司机不够 所以呢 他只能够减少班次 没有办法 那造成我们有许多的民众 最后呢 还是又跑到 因为在最后末端站 他搭不到车 位置不够 然后呢还是在搭个计程车跑到基隆火车站去搭车 那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过去基隆这种 由基隆火车站为辐射往外的交通模式 其实应该要有所改善 因为我们要 这个改善不只是有利于通勤而已 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城市的这个运输 包含室内的交通都会有所改变 我也很赞同我们刚刚宏议员说的 我认为大宗运输 尤其是我们公车 应该要以社福为中心 应该要以社福为主 像我们中山区有许多山区道路 像通人街 像建民街 像我们的华兴街 这些都是山区道路 上面也都还有许多的住家 那很多长辈 他们可能去这个仁爱市场啦 成功市场啦 很多我们基隆市的市场采买以后呢 就必须要从三下 搭到公车回到三下的公车站 还要再走一段路 提这两袋的菜 这样子抖着抖着回家 看来会很心疼 所以呢 我们 我也认为说 如果以站在市公车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市公车可以推展小巴 以观光的名义 我们可以把 用小巴把人 一天两班 把他带到山上去 我们山上 中山区这边也有 这个太平青鸟 或是有我们的西岸山城 有一些这个过去 在我们 宥昌市长 他任内呢 把我们某些山城的部分 把他美化过的景点 能够再一一的重现给每个游客 甚至是国外的游客 那我觉得其实在交通模式上面 基隆有一个非常独有的交通模式 也是我认为很棒的 我们现在叫共享 叫共城 以前叫做QK 我们觉得那个QK的模式很适合 因为这样子的QK的计程车 他可以深入到 好像微血管里面 末梢神经里面 可以把我们的长者 载到我们 比较山上的社区 比较小巷弄的社区里面 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旁边就下车 对于他们来讲 省走了许多的路 那公车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变成 是否应该要如何 我们有许多的武器 是否应该要如何来整合 我们有计程车业者 我们有公车 我们还有成绩快捷公车 那成绩快捷公车 最后这些当司机搬源不足的问题 回流到后面 就变成像现在市政府在找客运 在找这个游览车公司 来将旅客 或者我们通行需求的朋友 他们呢 用短暂的 shuttle bus的方式 把他们载到火车站 最后我们还是仰赖到 轨道运输 那我们最后仰赖到轨道运输的情况下 请问我们难道不应该发展捷运吗 这应该要发展捷运 因为捷运才是真正能够解决短程的 沉寂间交流 大量的人流的一种交通运输模式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要看的是 我们如何将捷运能够带来 为我们基隆带来更加便利的生活 而且能够内化成我们城市的交通竞争力 这对于来讲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沉寂快捷公车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业者经营上确实是遇到了困境 我们遇到的困境其实不只是 不只是公车本身的真材问题 我们遇到困境还有我们交通路容的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跟议长还有同意员 两位在聊天 我常戏称说我们基隆有许多道路 其实他并不是给汽车走的 是过去就是给牛车走的道路 他是给牛车走的 像安一路 像我们西定路 都是 他过去在早先都是 以前都是土的道路 那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很早 两边的房屋已经应运而生 所以我们整体的城市道路要拓宽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在这么小的路容里面 我记得在过去 曾经有人计算过小条道路 他在尖峰时段 会有这个交通工具的容量计算模式 如果这个容量计算模式 我们将我们的大宗运输系统放 当我们的城市快捷公司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有效的解决车潮 这对于交通 整体交通的规划 跟我们整个城市的观光意向 以及我们城市的运输模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 我们也会在议会 来跟市府相关交通局处 好好的来沟通 因为发展成绩快捷公车 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够从家出门以后 马上搭乘成绩快捷公车 到了他上班的地点 或者是就近 能够竞速的到台北 但是现在显然已经造成 大家上班的一种障碍 我们希望的是 如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 除了短期解决 我们用shuttlebus 把人带到火车站以外 我认为中期长期 市府应该要有更有远见的规划 那包含我们许多长者的交通模式 是不是能够比较多元 我们也可以跟计程车业者来沟通 来做所谓的Coke 共乘式的交通模式 能够将这些长辈很舒适的 载到家的附近或社区里面 让他们能够少走几步路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考量的 是真的也就是要深入基层起觉 在地民众最在意最关注的问题 所以要带大家来看看 有一个彩绘公车 我觉得这也蛮有创意的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机动市议袁施伟正以及郑文婷 一起匕首式转动彩绘在墙壁上的 艺术灯泡 象征用色彩重新赋予这座老旧公车 后车亭新生命 并且在329青年节这天重新开放 因为329青年节 青商会总会在329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活动 来让世界的青年知道说 透过自身的奉献能够美化社区 所以我们今天就办了这样的活动 我们在3月初提案通过以后 就开始付诸实行 于是我们就开始过来补土 除旧漆再来上色 那一气呵成 特别感谢我们基隆市 基隆山国际青年商会 以及我们白盒子艺术美学 这样子美术教室 能够陪着我们一起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公车亭 变得越来越漂亮 也是受到我们过去市政府 色彩计划这样子一步一步落实 希望能够让中山区越来越漂亮 这座位在中山区复兴路 399号对面的老旧公车亭 再加上原本没有电灯 白天夜晚看起来都相当阴森 因此基隆市议员施伟正 特地结合基隆山国际青商会 以及艺术美学画室 发起完美角落活动 用四天的时间重新彩绘公车亭 也美化了整体环境 让我们的长辈 让我们的小朋友 都有一个良好舒适 看起来很开心的环境 来等公车 我想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 那我想我们议会 我们也会全力来支持 我们每一个地方的议员 如果愿意卷起袖子 自身起来服务 我想我跟我们党团的总召 都会非常来支持 我们的青年朋友 大家发起爱心的活动 现在这一个公车亭 还有需要这个电力方面的一个协助 我们希望在更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完成这一个点亮公车亭 这样的一个功能 让你在这边夜晚这边等车 后车的民众 不会因为道路这边太漆黑 而不敢在这边等候公车 那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家里 应邀出席的市政府公车处长 陈欣平以及台电公司 基隆区营业处处长陈聚胡 都对于这项活动 表示感谢和肯定 哇可以看到这个彩绘公车 就是让在地的民众搭乘时 会很开心 是 我希望能够提升大家 多多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其实 除了这个彩绘公车亭以外 未来也会在基隆的周边景观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中正区有色彩计划 他在林优昌市长做了色彩屋以后 造成中正区的人流 观光人流提升 那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效应 所以未来也会在中山区许多的地方 做出类似 我们才会公车亭这样的举动 希望能够让整体中山区 它的色彩更丰富 也提升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系统的习惯 那最主要最主要就希望说 还能够让更多的市政资源 引流到中山区 是 就是要用心加上努力 让基隆未来会更好 我们要请议长来跟大家说 最后面临的话 我想我们这个基隆市议会党团 民进党团有12位成员 12位议员 那每一位分布在各区 每一个议员都非常用心 而且专业在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专金 那我想我们12位议员都会一起用心的 为大家服务 也希望大家一起推动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的进步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民进党 可以让真正的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也符合赖主席 赖清德主席 现在要求我们党团 也要让可以在地公益化 所以我们希望连结更多的公益团体 然后做更多的帮忙 弱势团体也好等等的 做更多的公益 然后让融入大家的生活 让大家可以认同 我们是真正用心做事的政党 是 今天发现三位来宾 带大家来听见基隆在地的声音 带大家来看见基隆未来的展望 谢谢三位翼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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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